土豆是很多人爱吃的一种蔬菜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既不用油炸 又好吃的西红柿炒土豆片 我们要准备的有一个土豆 两个西红柿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把西红柿切花刀 准备去皮 我们开始烫一下 烫两分钟之后 我们就把皮撕掉了 然后把西红柿切开 这里要注意 我们两个西红柿一个切小丁 这个我们便宜待会炒的时候 要把它扁出汁 一个是切滚刀就可以了 第一个我们先切丁 去到地 丁切的越小越好 就用电灯装一个碗里 另外一个西红柿切滚刀就可以了 切完装到一个盘里 大蒜切剥 土豆切片 切好了土豆片 用冷水过一下 因为我们要吃爽口的土豆片 就不需要它的淀粉 就不需要它的淀粉 把淀粉把它去掉一部分 热锅 爆油 留上六分热 放入大蒜 给它爆香 然后再倒入我们刚才切好的西红柿丁 然后炒出汁 炒出汁 炒出汁之后 倒入我们切好的土豆片 炒出汁 我们可以适量来加一点白开水 焖一分钟 把西红柿汁焖到土豆片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起锅了 最后再来点香葱 这盘西红柿炒土豆片就做好了 酸爽可口 也不油腻 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吃 美食就在你身边